來 重點來了 今天的重點 兩節課的重點是 我定義那些廣義角色 不是我們今天是在求三角比嗎 1-1在講三角比 所以到1-2的時候才告訴說 我角度就不應該只限定在0-90 我有90-180 甚至還有無聊多多繞幾圈 所以他就開始定義廣義角的三角函視 我還有副角 其實副角我把它擺在兩種位置角的地方 我其實只在看中邊位在地底向線 所以今天的重點是廣義角的三角函視值 既然角度已經被推廣到有正有負 沒有限定到0-180 我們剛開始定義了 廣義角的三角函視的定義 在我現在要定義廣義角的三角視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 你在推廣東西的時候 你不能把舊東西給破壞掉 就是瑞聖電腦升級 手機升級 手機都有一個設定 他都會提醒我 還是手機自動都會提醒你 就說現在你可以申請 我幫你預約今天晚上你充電的時候 就改版對不對 設定 他是不是有這樣的訊息進來 都先寫稍後稍後稍後 鏡頭點稍後稍後 為什麼 那幹嘛要數 對不對 他每次一改的時候都怕有什麼 可以寫什麼 還有說我買手機 因為他一下子 手機一出來 就說心機趕快去排隊去 我覺得他怎麼會有問題啊 你知道他們那個在做電腦 做手機的都一樣啊 他們沒有百分之百的 他們就是這個東西設計 他們就在那邊跑少跑 我其實就問一下 你們跑多少 研究室可能跑到24世 只是跑到覺得 譬如說他也不會24世都過啊 他可能他才良率多少 比如說40世只有30世過35世過 他就覺得他就可以 工廠可以開始生產 你有沒有覺得 有時候運氣很不好 剛好就買到那一支 就是不良率對不對 所以你還要送去 可是你是不是會很麻煩 所以東西申請的時候 我們最擔心什麼 像是電腦在Tap Day 在申請的時候 我一定先想什麼 以前我們的運動多少 或現在是運動10的對不對 我都要想 我舊跟舊的什麼不一樣 改版 或是你某個軟體改版 你一定在想 舊有什麼沒有 那你最近改版過對不對 對 對吧 你們沒有感覺 那不太一樣嗎 他有改版啊 你們沒有跟 要想 我一定是某一次更新的 我就覺得我有某一些習慣用的 他改變了 還好 我就再回到那個模式去找他 他有改版過 我們第一個 像我在我們電腦 我就關心 我那個握著 我最常使用那幾個軟體 是不是都沒有明顯 所以當你在擴充 比如說我從銳角 我擴充到廣銀角的時候 他的第一個思維 我銳角有可能定義 不應該受到你擴充而改變 如果要重新定義變 那我dc 我就不會解釋 我就直接從c的開始解釋 所以顯然 他的數學家的想法一樣 我現在一個銳角三角難說 我現在廣銀角 是不是都麻進標準位置解釋 所以我會把這個銳角 麻進標準位置解釋 我們sine 的第一叫c分之a cos 的第一叫c分之b 對不對 可是我現在想到 我現在如果把它 向線角固定只有銳角 如果我是超過90度 超過180度 大概正式多繞幾圈 我們的想法一樣 像剛對角的花板 現在是這裡 我現在就拿一個第二向線角 假設120度 就第二向線角 角度在這裡 角度在這裡 你哪裡畫出一個直角三角形 沒有 是不是都沒有直角三角形 因為就120度了 所以但是他還是希望維持著 我們所謂的什麼 寫二邊分之對邊 寫二邊分之靈邊的概念的話 如果從這個觀點 他觀點好幾個 我們從這個觀點來看 他說從這個角度沒有直角 可是如果我從這個中邊 上任取一個點 我畫下來不就可以直角嗎 是有一個直角 只是這個直角的時候 他的這一個角度 一把二在這裡 直角感覺上的角度在這裡 確實後面我們看的東西 就真的會回到 會回到我們跟手夾的這個角度 來看問題 如果你取了一個點 你取了一個點 取了一個點之後 你對他對著這種做垂直之下 坐下來這一個部分 其實我們後來 我們想要用一樣 可能仿照位角 斜一邊分之對邊 斜一邊分之靈邊 我的對邊跟您邊 如果你是從那個點取垂直下來 你得到的是那一個點的座標 我們看得到的是這一個點 你取點做垂直下來 是從點座標開始 如果我從點座標開始的話 那我SY是在告訴你說 我的臨邊這個座標 這裡的X這裡Y 對不對 可是我們對角 角的是長度 當我進到廣義角的時候 它是從中邊上面取一個點 寫的是座標 座標跟長度就有一點點差 差在什麼 座標跟長度有一點點差 差在什麼 正負號 像我這個點P是在第二向線 在第二向線 我們的X座標是負的 所以單位Touch到零邊的 它就會是負的 廣義者的定義是這樣 那仿照我們瑞角的想法 它真的也讓它變成 斜而變噴之對邊 斜而噴之零邊的想法 只是這個時候這個斜而噴 我們叫做R 當你的點取定了之後 你的那個R其實就取定了 我們瑞角三角 瑞角的定義是不是在這一個 瑞角的三角也是告訴你 你那個角度比直角這樣行 你那個三角形取多大 它是不是都相似 它兩邊長的比例是不是都是固定的 所以剛剛跟我在講這個廣義角 我在這個中間上取一個點 我說認取一個點 畫直角其實你取這裡 或是你取很短 所以我們待會來做 三角比的時候一定沒有影響 對不對 因為按照我們負者的定義 本來你長直角這樣行 你只要相似 你的兩邊的比是固定的 所以它的定義真的是一開始認取一個點 但你取一個點 你把它畫下來 座標給定了 你這兩邊其實看起來 像編成的出來代表的是座標 但是我的斜邊也是固定的 我的斜邊是不是就是 你的座標平方加起來 這個是矮 所以廣義角的定義 它怎麼定義呢 如果我這個是120度 我叫你這邊認取一個點 我就直接先拿實力來看 120度我叫你認取一個點 你會取多少 120度 請你在這上面取一個點 你應該已經看過的是120度 這個叉叉有變幾度 60度 60度6 我閃過應該是1里2比更號300 對不對 所謂你這個點P的座標就會取 60度對的是長的喔 所以外座標是更號3 S座標是1嘛 可是記得座標 你現在是第二向線 座標S是-1 副音的號3 那這時候你算算你的R 四點就是2 我的定義 這時候就仿照 跟正群跟瑞角的 瑞等定義很像 他就會說 你會算120度 你看雖然120度 這裡不在指甲三點裡面 可是我們要推廣到這裡 他用座標來定義 他雖然等於你R 因為就是斜邊跟你的對邊 只是對邊現在用座標 對邊用座標 Y座標是不是就叫更號3 所以我們定義叫做R分之Y 我們這一集的R叫做2 我們的Y Y座標叫做更號3 內列看到我Side120度 R分之Y就跟我Side120度一樣 對不對 因為我Side120度也是2分之更號3 可是如果Coside120度呢 Coside120度呢 他往上的定義他叫做斜邊分之零邊 只是零邊他用座標 叫做R分之X 可是我是故意幫你寫成這樣 你就會發現你跟對你的定義一樣 斜邊分之零邊 只是這裡邊的座標叫做-1 所以Coside的定義叫2分之1 他的定義叫做R分之X 他用座標 只是在這裡我們的X就叫負1 我們的Y就叫更號3 你不想取負1跟號3 你取別的點也可以 你是一定會在這個中邊上 好啦那H呢 通常Side4Side取得對他定義 他一定要希望維持舊的關係 我們有這樣平均一定要滿足 那個Side跟Coside的定義 對不對 你也不希望他們的規則改變掉 所以下面 因為這邊可以保不夠 我們就往上寫啦 我們再對一個就可以了 平均120度 他的定義 他真的就用0邊分之對邊的感覺 只是改成座標就叫X分之Y 4就等於分之1分之3 那就叫負跟號3 對好啦 玉璇已經看到重點了 是後面我們要強調的重點 他說 我現在我的定義 我們過來一點 先不要啦 先不要關一下 他提到了一個重點 他說 我現在我的定義 是一個角度 是一個角度 我剛剛畫第二向線 畫第三向線也一樣喔 你隨便給我一個角度Sida 那個Sida的中邊上取一個點P 坐標SY 我們的定義就用R分之XR分之Y來定義 為了幫助你記憶 就是說那個感覺就很像 你把P點都是對S軸做垂直 都是對S軸 不要對Y軸做 那是定義的Y 其實他的定義沒有講說 你對哪裡做垂直 他的定義真的就只有講 你那個中邊上認取一個點點PXY 我的Sida就定義為R分之Y 我們的cosida就定義為R分之XX Pengen的定義就叫做XX分之Y 它只有這樣解 然後是為了幫助你跟瑞強合併 我就說 那你就把那個點 中邊上面那個點 一定要有點SY 因為他的定義就是用點SY出發 那個點P就是在中邊上的任意的點 我剛剛已經解釋過 為什麼任意都可以 你往前往後 你那個R因為那是比值 你這兩個會等比例放大 所以約掉比值是一樣的 來 我們的定義只有這樣 為了幫助你 其實我說做了垂直 可以看到這個字 我三個字 就很同意 斜邊分之對邊 斜邊分之零邊 那剛力學就講到說 可是按照這個定義的話 那如果我是點座標 我座標可能為領啊 我座標為領的話 就代表你一個中邊在哪裡 座標我先座標為0 如果比如說我S座標為0 S座標為0 那就代表我在Y軸上 對不對 Y座標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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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代表在S樸上 所以他注意到說 你看SY是可能為0的 可是我這個定義都有分母 我們先看一下來 COSY跟SY的根本是R R是你那個點到圓點的距離 那個點到圓點的距離 可以是0 除非你就取這個點 圓點 取那個圓點 我們叫做中邊上一個點 有效 對不對 我們一定要伸出來 所以你的R絕對不能 R子那個點到那個 所以你取的P當然是一於圓點的 你說在那個角度中邊 我說你中邊這樣畫 我哥會取圓點 這樣沒有異形 每一個點都一樣 所以這個p不是圓點 所以你的r一定不為頂 這你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本身當你p取定了之下 你的r就叫分號s平方加y平方 你一定有取定的長度出來 一定不會等於你 可是你取坐標的時候 你當tagen是x可能為頂 x可能為頂的時候 就是代表他位在我們的y軸上 那這時候怎麼辦 就在高點 你tagen是這樣定義的話 我們的定義就一定要說 你的分母他就要不為頂 他必須要分母為頂了怎麼辦 分母為頂了 然後我們畫一個角度 哪一個角度分母為頂 哪一個角度分母為頂 這個tagen的s標標為頂 剛講的s標在y同上 所以講一個角度 他的中間有了同學角度 90度 對 90度 如果這樣過來 0到90度 90度 2分之趴 我讓你們熟悉弧度 如果2分之趴1的時候 我定義tagen 你隨便取得 其實我最喜歡取單位長 我取01 如果我也取01 那你的s座標就是0 然後就0分之1 就不對 我們的定義一定要不為0 那這時候tagen90度叫什麼 對 我定義根本就是不能有tagen 2分趴1 所以這個叫沒有意 沒有意的意思就是代表他數學家不定 我們不定義他 他對數學在發展有沒有影響 一定沒有影響 我以為你需要去算到推定90度 就算他沒有用 就不用刻意去定義他 我們不要 因為少數人影響到全局 對不對 有時候有一些東西 就把救主犧牲掉了 有時候真的沒有辦法 我們要往前看 按照這定義 為什麼按照這定義 不會影響到全局 因為你往下 你在定義的時候 你要保持圓滿的很多的東西 所以也一樣 我們只講這三個 你知道你到高三四百 另外三個 另外三個定義 老師不用講 你大概就一樣化而已 另外三個 有一個就是上一個導數 叫做 不記得沒關係 叫考生文 考生文的定義就能定 定義為 定義為y分是r corting 的定義 corting 的定義 就定義為y分是x 所以corting 的定義 也會有y要不為0 corting 的那個 s 相前180度 0度360度 角度他也不定義他 就不定義 就不定義 同樣的道理 corting 是他的導數 y分是r 所以corting 也會有y要不為0 只要定義 這個是定義 所以 平板這個是最重要的 定義 就是別人告訴你 就是按照這樣 那為什麼按照這樣 他往下有很多應用的性質 都不會改變他 那當然我剛剛刻意讓你說 你請你對s 個化垂直 讓你維持上禮拜 斜面分之對邊 斜面分之0的想法 你就會發現好像一樣 我們來看看 按照這個定義 我們再來看看 如果你是對角的 按照這個定義 如果你是對角的 譬如說 30 度 30 度是會從這裡畫 30 度過來 30 度叫做6分之π 現在可以不夠的使用幅度 30 度叫6分之π 對不對 180 是π 180 的6分之1 所以30 度叫6分之π 弧度 要負責一點來寫上6分之π弧度 好啊 這個6分之π弧度 按照現在的定義 如果我要定義 sine 的6分之π弧度 它等於多少 其實按照這個新的定義 你就當了希望 你就跟越舊的跟舊的一樣 我們來試試看是不是一樣 他的想法說 請你在這上面認取個點P 他是用點P的作標來定義 sine 的定義叫做 r分之y 所以隨意取 我想你一定也會這樣 你每天要取他的時候 你一定要在想他是特別矯 我是不是就會去寫 我們的30 對 1 比2 比根號3 麻煩變成作標 其實作標就叫根號3e 那我都會在這邊 這邊如果是DN 負的 我就會把負的也寫在這個作標上面 像剛剛這裡 我就會把作標負的把它標示出來 因為我的思緒 想要連斜接上禮拜 sine 我想看著這個資料 sine 你就斜邊分之對邊 所以按照現在的定義叫做rr是2 2分之y作標 所以確實是2分之1 你就會發現 我這個過關了 我上禮拜的瑞角 碰過我這個新的這個 廣義角的定義 這個叫廣義角的三角函數 他如果這個廣義角的這個定義 完全都沒有改變 廣義角的三角函 這就代表我上段學的沒有影響到 他完全符合我的定義 任意角度都有這個定義 他只要熟悉這個定義 所以就往下往右換臉來 換臉來操作 等於一口氣性子講太多 對不對 對 往後翻來 翻到另一 就很像另一 前面的時候也是另一 對 另一 來 另一 另一這個一開始 是用黑板 要掉 要掉 這個就沒辦法 要掉 sine 是一個標準位置腳 我們其實現在都把它拿到標準位置腳 才去講那個中邊 或者看那個中邊的位置 對不對 所以你只要告訴我 中邊上的那個點的位置 B-1 中邊上的點A的位置 負2負1 看到負2負1 請問 那個中邊那個點B幾項線 第三項線 所以顯然這個角度就是第三項線角 這樣有概念很好嗎 它以負2負1的位置 負2負1 所以就代表它是這個位置 點P的位置負2負1 理論上我們的定義 就叫有坐標 我就有R 用R跟著YR跟著X 但是我喜歡你們 一開始的時候 先在這個圖面上 角度是第三項線角 一樣 中邊上取一個點對 s 軸墮垂直 我們就把坐標標示在這個圖面上 2 1 所以斜邊多少 斜邊多少 根號5 我的X座標負2 寫在這裡 負1寫在這裡 所以雖然我再記 我們的sin 在記R跟著Y 可是我看著圖像 就斜邊跟著對邊 而且我上面就不標示長度 我是標示坐標 這樣就是廣義角的定義 叫做根號5分之負1 我們的cosine 斜邊分之零邊 根號5分之負2 R跟著X 你看我寫的是X座標 我寫的是座標 所以在這裡 定義就只有這句話 而且我已經幫你 行接到對角三角底了 Tangent 它會Tangent嗎 Tangent一樣 其實Tangent的定義叫X分之Y 可是我看著圖像 就叫零邊分之對邊 當然腦中掃描的時候 我好像只在看這小小的角度 小小的這個角度 零邊分之對邊 其實定義叫做X分之Y 所以這個Tangent就是2分之1 這樣定義清楚了嗎 廣義講的三角色定義 懂得這個概念之後 下面開始第二小題 每一題請你都用畫圖的方式 你不要在那邊公式 在那邊畫圖 我都會沒有講公式 譬如說 上一百三十五度 上一百三十五度 請你養成好習慣 你腦中散破 因為會有正負 定義 我只是在講定義而已 麻煩你就是真的 一百三十五度 你就畫一個一百三十五度過來 一百三十五度 當然你就要熟悉 它是九十再加四十五 你只要一百三十五度上 認取一個點做垂直 開始去想著 你剩下的是不是四十五度 四十五度的話 我是不是一比一比根號二 要慢一點 最後這裡要慢一點 你這個是瑞角才是長度 我們現在廣義講要變坐標 請你把黃色的這個長度變坐標 因為它是第二下線 所以誰是負的 哪一個坐標是負的 開始 所以這裡改上負一 所以定義叫做 定義叫做 r分si叫r分之y 其實也沒有受到那個負一影響 顯然就是告訴你 說我這邊的坐標 我取負一一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si 就叫根號二分之一 如果cos 它當然就叫根號二分之負一 看過cos 沒有 alright 如果它分cos 是根號二分之負一 如果它分tangent 負一分之一 它就是負一 你是不是從土畫出來 那個邊取一點 按照定義取任取一個點 去做直角三角形 然後回到瑞角的那個定義 麻煩腳成坐標 我們會不會這樣熟悉一下